普通的一名司机 你让我装你爸 你知道你爸是谁吗 董事长 这关系都我的终身幸福啊 怎么的 装你爹 还是你终身的幸福 你做个事 说了一年多了 今天他妈妈要带他来公司 跟我爸见个面 我实在是没招了 你就帮帮我吧 那你就让你爸见吧 让我装啥呀 我爸不是不同意吗 他老跟我说什么门当户对 可是我真心爱佳佳呀 你就帮帮我吧 不是不是 我帮你一次行 董事长早晚不对的知道吗 没事高叔 事到如今 先把事定下来 回头生米煮成了熟饭 我爸拿我也没招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爸 我是谁 爸 谁 爸 再教一声 爸 高叔你给他照个便宜呢 不是 不是 我衣食上 记住不了这个角色了 你看我现在就是你爸了是吧 对对对 我就是董事长 对对对 是吧 那我这我这配头子啥的这块 是不是得起来呀 来来把这个穿 这这 董事长衣服啊 这 那个啥 他们马上就来了 你就许我爸平时那个样 说话本个脸 感觉谁都欠的钱似的就行 到会了 我给他开了二十多年车 这个我知道 老公怎么会欠这 这个月用钱又多了四百块钱 从你公司内口 过去 瞧那边去 对对对 那太像了 妈呀 高叔 来了 这些是早上有点紧张了 没事啊 没事 血压都上来了 阿姨好 小飞 你爸爸 爸你过来啊 滴磕头 这怎么的 进入还得先给磕一个呀 不是 我爸这跟您打招呼呢 要跟您击掌 对对对 现在不流行握手了 流行那个拍手 可信 这大哥可真幽默 家真你来了 贝贝 我来了 家家 来 干啥呢 没结婚你俩就在这头头咕咕的 结婚了有两位的时候 是是 哪傻 阿姨快坐快坐 快坐快坐 系好安全带 你这大公司是不一样的 这坐沙发还系安全带 是这样的 哥你看我们今天来呀 就想聊 我同意了 行我先出去了 我还有事呢 你等会儿 那个 彩礼啥的还没定呢 还得定彩礼啊 行 我知道了 那你看 那个 当面子 打算给我们多少钱呢 不是 我 我给 我嫁姑娘 我还得搭点啊 给什么就彩礼钱啊 你开个价格想要多少钱 你这大哥你这买货呢呀 我们不是来要钱的 不要钱 那不给了 太好了定下来了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 我的意思是吧 彩礼不那么重要 这俩孩子好 他比啥都重要 是不是 彩礼钱呢 咱们意思一下就行了 你看这大妹子 啊 要说这话 啊 真是明白人呐 俩孩子好 比啥都强 意思一下就得了 对 那啥 这 那个我也没带多少钱 你看 哎呀 这一百五十一 那啥 那 这都给你了 意思一下 行吗 大哥 你这意思是不是有点太意思了 叔 你这一百五十一是啥意思啊 啊 一百五十一就是说 一百五十个人里挑你一个 对 你白里挑一还多五十人呢 哎呀 我还开玩笑 这个彩礼钱都准备好了 也十万 啊 给哪的啊 拿了十万呢 我一样开车那点工资 你要给我涨钱呢 咋的 对 看你这卡不放我这了吗 哦 哦 对对对 那个 我让我儿子管钱呢 大妹子 卡给你 你看 哎呀 大哥 其实我今天早上出来呀 我也立张卡 虽说我们家条件呢 没有你们家好 但是这当姑娘的嫁妆啊 我这当妈的 早就给准备好了 妈 妈 妈都给你挡出来 来 大哥 这张卡你拿着 哎呀 大妹子你看 俩孩子的事这么快就定下来了 那行 我出去了啊 我还得刷车进来 有事呢 不是大哥 你别着急走啊 你看这孩子们这事 婚事的细节 咱们还得碰一下呀 是啊 细节不还得碰一下吗 你得碰细节呀 我还刷车进来 哎 去 我开门 糟糕 你怎么在这呢 是啊 我怎么在这呢 他怎么在这呢 那个爸 谁来了 周飞 你 你那个爸来了 我哪个爸呀 董事长 董事长来了 我这车队队长拿着 行 我爸 没事啊 高叔没事没事啊 你别慌啊 你该咋地还是咋地 我想个办法把他支走 不是 那我现在是谁呀 你还是我爸 是你爸 还是他爸 哎 那个 您怎么回来了 这干啥玩意吗 咱们坐上了呢 这够咳咳咳咳 爸 来的不是时候啊 高叔正闹心呢 干啥心呢 这俩是谁呀 啊 他俩是 我高叔媳妇跟姑娘 老高有媳妇啊 这么多年没提他提过呀 感情不好 一直分局 这不回来跟我高叔摊牌了吗 要跟我高叔离婚 看不上我高叔 说我高叔条件不好 闷不当户不对的 我这么劝呢 你快走吧 要不尴尬啊 你们老我先走了啊 哎 哎 不对 怎么了 我跟你高叔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感情 给我开始死心塌地的 啊 这是我得管管 不是 孩子不懂事 哎呀 老伙计啊 这事我得说你两句吧 啊 这么大个事 怎么不告诉我呢 把我当外人了 这事你知道了 不是 这位是 这位是 这个是 司机和我爸 我爸和司机 那这司机的架子可不小啊 给我们家开20来年车了 像一家人是吧 对吗 一家人一家人 你也不能这么不见外呀 是 我作为一个外人呢 是不应该深说 但是我俩毕竟这么多年感情了 这个事我必须得说两句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谢谢 我不跟你说 姑娘 来 叔叔问你 你今天多大了 我今年25了 你看看 孩子都25了 你们当初合计啥来的 谁在扯这个事 不是 这 这怎么的 嫌我姑娘岁数大了是咋的 不是嫌 那不就是吗 姑娘 你说你都25 也是大人了吧 怎么的 这事你同意了 我 我同意啊 这事我先同意的 然后 告诉的我妈 这不是胡闹吗 那半天你穿了的 我怎么说 我不同意 这怎么的 这事他能做了主啊 我都听他的 行 不见外 一家人是吧 妈妈啥你妈妈 你看不出来咋不上人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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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公啊 老公 我在这呢 聊得挺好 本来都同意了 这出来个人说他不同意了 不是怎么的 他又找老公了 你一直有吧 这事惹的不差你了吗 那既然这种情况我要再劝他就是坑你了 那拉倒吧我也同意了 哎呀他同意了同意了 怎么同意了 只有同意了 也别问我了我也不知道咋不说这吐了反账的 马上回家再说吧 同意了是吧 行 那既然同意了 咱们就继续聊聊细节问题啊 说吧 大妹子我插一句啊 咱们吧有话好好说什么事都有个善喜善终是不是之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既然知道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给我说 那要这么说呢 我先说啊 首先咱得把这好日子定下来 静好是周六周日这样的亲朋好友也都有时间是吧 不好意思我再插一句啊 怎么你们这事还需要亲朋好友祝福是咋的 用不找个司机主持人啥的 你咋啦 你不说我都忘了 还有酒席呢 我们这边算上我同事是二十桌看看你们那边呢 二十桌酒席还找同事那不全知道了吗 我姑娘同事都得来呀 这样好吗 你那天不也得去吗 我去干啥去我呀 你干啥你骑美术吗 你不得出个车啥的吗 啊 出车倒是行 他那天他这身份 确实开车也不合适 咱俩这么多年感情我批局得到场 是 是是是 那天呐你还在上台讲两句呢 这事就算定了 走啊走啊 我讲什么玩我讲不了啊 这是这是我现在看着我都难受 别说你现在看着难受啊 到那天我都得哭 毕竟我这姑娘都这么大了 我是真舍不得呀 妈 妈妈傻 你看看啊 你看看 舍不得吧 那既然舍不得 那就说明还是有感情啊 不是不是 哎 两个人在一起 那不能总把眼光放在什么出身的条件上啊 最重要的就是感情 条件好的在一起 那一定能辛苦吗 那是扯淡 嗯 那你之前不老说什么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吗 就像咱家这个条件 我要找个普通人家的女孩 不合适吧 小飞啊 你之前那个事 是我没弄明白 通过今天那个事我也想清楚了 你之前说你和女朋友那个事 我也同意了 只要你和那个姑娘是真心相爱 那个姑娘爱的是你这个人 我全力支持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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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叫可适了 嗯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个就是我女朋友 佳佳 她就是佳佳呀 对呀 佳佳是老高闺女啊 哎呀亲家呀 董事长你闹误会了 不是我姑娘 小飞呀 以为你不同意她俩的亲事 让我装成您 在这会亲家呢 是啊 这个事吧 我本来想登完季再跟你说 现在这么一看 是我想多了 那啥我解释啊 大妹子 这爷俩闹误会了 我呀就是这个公司的一名司机 这个才是我们董事长 小飞的爸爸 那啥 快说两句 说两句 那行 那个那我今天正式表个态 啊 两孩子的事我同意了 哈哈哈哈 同意了 你同意了 啊 我们不同意了 妈 妈妈啥呀 啥事你也看不出来呢 当儿子在撒谎啊 这当爸的你贤体爱父 就这样家庭 你嫁进来你能幸福吗 啊 妈能让你往火坑里跳吗 走 妈回家 大妹子 阿姨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我也是真心爱佳佳 我太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你要怪 就怪我吧 大妹子 这事啊 也怪我 之前是我不对 那后来我一想 我本身就是白手起家 我怎么能对你没有偏见呢 哈哈 哈哈哈 我太想出了 我太想出了